我入了英国籍之后 我觉得我拿着外国的护照 为中国做事更方便 打着爱国的名号 回国捞金 张某有多懂流量密码 张某直播首秀 一次千金造 网友吐槽 今年春节 黄阿玛给大家迎春送福 这个福是我花了很长时间 一副一副写的 这副限量 真迹收藏版的 黄阿玛送的迎春福 再合适不过了啊 这是沉浸在黄阿玛的角色里 无法自拔了吗 而此前他也因国籍于世 备受争议 对此他是这样回应的 我入了英国籍之后 我觉得我拿着外国的护照 为中国做事更方便 说中国话 做中国事 弘扬中国的东西 王刚则戳其痛处 你说一个英国人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你真是 白球恩精神 一个字 王刚老师明明演的是奸臣 却比皇上还爱国 张某一边强调自己很爱国 却一边诋毁我国博物馆 中国的美术馆你看看 展的全是中国自己的东西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美术馆 展的是全世界的文化 中国的博物馆 大博物馆里没有外国的东西 这满屏呢 又越赶 都快溢出了 一边吐槽 一边回来捞金 让我想起金星老师说的一段话 你加入了外籍 这就表示这个已经不是你的国家了 你已经放弃了 这个国家的公民权 如果你是外籍的艺人和明星 好了 我劝你 以后到中国来挣钱的话 那你得给我交双倍的所得税 营业税 别跟我说什么 我是在这出生的 我的心还在这儿 你的心根本就不在这儿 而走前拍戏时 他强吻桃红 这一幕也被称为最辣眼的吻戏 这可能是桃红最想删掉的黑历史吧